這裡為大家看的一個來自以色列的網站 我會把網址放在描述中 為什麼大家會看英文呢? 因為我會請Google博士幫我把以色列文譯成英文 基本上以色列的主要經濟學者 認為目前看到的形勢從來未見過 一定要加稅才能夠解決問題 而國防預算就會需要增加到 由本來的4.6%至6%的國民生產總值 如果這場漲可以好好地完結 到目前為止已經用了2,000億元 它的NIS大約是64億美元 即是用了640億美元 而還未曾打完這場仗 還在打中 我們看到這裡有幾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只是想著經濟 如果會完結這個場仗是因為經濟 而不是因為人道問題 這就反映出他們心態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很明顯就是以色列現在可以說是國家破產 打仗已經用了640多億 加起來之後繼續下去 無論以色列的國民經濟能力有多好 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戰爭 到底怎樣結束呢 可能就找美國人結束 我們知道美國的政客們被猶太人控制得很厲害 所以相信結束要教美國人 至於美國人肯可以找數 這是另一回事 當然有辦法的 不要直接告訴美國人 濕一下濕一下就可以找數 到底事情發展是怎樣的 我們不知道 但目前來說 以色列在加薩地帶做的這件事 肯定是一個種族滅絕的行為 我們已經說過了 南非將他告上ICJ 是否能得到有任何回應 我們也不知道 就算是ICJ判以色列在敗訴 我相信這個行動仍然主要是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 最終都是力量 問題是哪一件事可以勝出 當然一般人希望多些聲音 例如ICJ或者其他人可以對以色列的行為 加以多些譴責 以便可以對他產生強大的政治壓力 但我們看到以色列自己本身的經濟學家 都已經承認這次戰爭是一個非常大代價的戰爭 會不會使全球投資人對以色列失去信心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所以他們面對的問題其實是非常嚴峻的